中国大陆人数规模最大的吉林大学日前和台湾私立民传大学传播学院 完成签署联合共同培养双硕士学位协议 未来两校的研究生可以到对方学校传播学院研修一年 并且同时拿到吉林和民传两校的硕士学位 民传大学新闻学系主任孔令兴认为 两岸官方联络管道完全中断 需要靠更多的民间与学术交流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徐政考在接受专访时 谨慎的必谈敏感的两岸政治冷和状态下的学术交流 我们学校之间是一种人才培养和学术的交流 两岸其他因素对我们影响不大 因为我们是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 这一点不管在什么背景下 这个吉林大学和民传大学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 徐政考表示吉林和民传两校近几年来交流密切 民传大学每年赞助一名吉林大学学生来台交流一年 为而还将继续邀请民传与日韩高端大学联手合作 扩大学术交流 相当于两院之间的使者 那么把我们的这个善意诚意和民传的善意诚意 双方就互相 这个有它联通吧 日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促统方面大幅琢磨 其中提到大陆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实现互利互惠 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 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增进台湾同胞福祉 公立台湾示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则认为 这些都是小叠小菜的待遇 十九大还能提马习惠 如果不跟民进党打交道 二十大习近平还能端出什么呢 我怕起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影响 你习近平讲到二十大你的政治报告 你就只讲这些东西吗 这些交流吗 我觉得他还是需要一些大的东西 比如说政治上的互动 那你现在你难道要讲什么 在讲这种什么的国民待遇吗 最后还是需要有政治上的互动 海基会董事长田红茂27号出席 海基会第九届董监事第十二次联席会议指出 中共十九大后 习近平权力明显更加集中 这一次的政治报告 未来针对两岸之间文化教育 以及经济贸易等交流 大陆方面将有更多的作为 台湾必须密切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